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苏苏 清雪 苏苏 清雪 你怎么进来的 我混进来的 今晚就是月圆之夜 你的身体怎么样 没事吧 清雪 你还是快回去吧 我不想你再为我耗费灵力 我也不希望师兄再担心我 不行 刚刚我过来的时候 听到灌外的弟子在议问 说灌主为了压制你的煞气 要把你带到一个地方强行镇压 清雪 有师兄在 他们是不会乱来的 师兄会想办法帮我 你还是会忧督我 不要再管我 苏苏苏 你之前在秦川的时候不是说不要再受人摆布的吗 你先跟我出去吧 咱们出去再说 不行 这外面有师兄的风影 我是出不去的 苏苏 苏苏 苏苏苏快回去 师兄 他是干什么的 给土苏送饭 给土苏送饭 喂 谁叫你给土苏送饭的 快走 这人怎么这么紧手啊 过去看看 给我站住 二十九 会不会认错人了 怎么可能呢 算了 走吧 向灵 你怎么在这 你怎么穿成这样 好看吗 土素哥哥呢 他被关在前面的别院里 门口有封印 我救不了他 那怎么才能让他出来啊 就算有办法 他也未必想出来 为什么 他不信任我 还有 他怕他的大师兄 替他担心 他那些师兄 没有一个好人 尤其是那个林端 百明是想害死土素哥哥 绝对不能让他 落在他们手里 苏苏有人在看守 那这个林端过去是要干嘛呢 我 没有 二师兄 图苏他 杀技很重 图苏 二师兄 我看就算了吧 图苏都那样 再说 大师兄马上有道路 你傻呀 苏是现在不动手 回了天用城 怎么还会有机会 那大师兄长知道了 有我在的 就知道他想递附苏苏 等他解答封面 走 苏苏 当日你就是在月圆之夜杀害了赵琳 今天我就要替赵琳报仇 动手 快呀 苏苏 苏苏 苏苏苏 做什么 妈 就知道你们要对付图苏哥哥 苏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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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我们得先找个地方 让他平息煞气 可是我们能去哪儿啊 两位大姐 我看先这样吧 你们把我放了 然后我保证 也不追你们 也不追突苏了 好不好 少配话 我们才不相信你呢 你们别管我 快走 苏苏 快点放了二叔兄 你们别过来 快走 听她的听她的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啊 苏苏 我们往哪边走啊 往山洞走 走 走 等一下 你们不能进去 狼腰被困在里面 里面十分危险 快 去告诉师傅 好 端子 不许动 苏苏 苏苏哥哥 小林 小心分击剑 对对对 小心 我没事 我帮你调理 清雪 不要 清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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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AK 我里是什么声音 你们小心 这的妖气很重 快 这这这 这谁举动火 快把他灭了 你们这下闯下大祸了 你们怎么能在禁地内 妄动明火呢 这下破坏了封印 那妖兽就要破水而出 围惑人间了 观众 这到底是什么妖怪 这禁地血湖 奈为咒水 咒水以下 变为空 一直用以求鞠 作恶之药 三百五十年前 我铁柱冠祖师 费尽心力 将一邪恶强大的狼妖 囚于水底 并且 与之立下契约 那狼妖 若是见到水面火光 便可任意而去 此那日起 入禁地 不得举火 若他一招复出 莫说我惯 方圆百里 皆无火口啊 贯主 请您立刻带弟子 重驾封印 我自会为你们争取 一炷香的事情 灵月 那狼妖已修炼千年 以你目前的功力 根本打不过他 你这是去送死啊 这是我师弟闯下的祸 应该由我来承担 您不用多说 尽快重新布阵 禁锢狼妖 师兄 这是我的错 让我去 托苏 今日一波 生死未卜 如因此 我们两个都丢了性命 要师尊如何承受 师兄 带刘鬼人回天空城 听我的话 我是你师兄 我不可以再让你有危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苏苏 你的身体症虚弱 杀起下钢压下去 你不能下去 就是啊 冠主说这里面很危险 你千万不能去 别再说了 是我丑的货 怎能让师兄来承担 你们赶快离开这 我要把师兄救出来了 不错 不行 学学姐 大师兄 来 请来 快点师兄走 那你呢 我会催动体内的杀气 与狼腰一战 你不能催动你的杀气 没时间了 快走 我们先走 上安赫 让所有人都逃离 我们再想办法吧 没得选择 旭部身上已经是妖气冲天 若再没人牵制 狼腰破水而出 这是时间问题 到时候 我们所有人难逃一死 你想想身半度的 不畏求生 不畏求死 如果你有万一 怎么向师孙交代 如果师兄有万一 师孙亦会难过 扶起亦会伤心 师兄说过 你我至少活现一人 你走 我留 扶起争 还愣着干吗 快走 快 那你自己保重 一定要活着 请搜紧 凌岳大哥 图苏哥哥呢 他 坏了 情况不妙 关注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这里快撑不下去了 大家快撤离吧 我不走 我要等到苏苏出来 我也不走 我也要等图苏哥哥 图苏没有出来 我绝不会离开这里 一旦狼腰破水而出 我会与他同归于其 贤侄的勇气 拼到不败 目前 也只能寄托于图苏了 若有变数 我们再做打算 快 你们赶快先撤 去准备 棍主 我也去帮忙 我也去帮忙 走走走 快走 看雨 我们再切磋活 我们再 leveraging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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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原來你也是妖 不是 一身怨氣與煞氣 還說你不是妖 你有這麼強的力量 為什麼不去殺人呢 只有妖 才會以妖術之力來害人 我的劍 我的力量 是為保護我身邊之人 哈哈哈 有意思 你之妖居然想保護人 數百年來 你是第一個讓本座有興趣交談的人 你若是肯到此為止 不再害人 我今天還可以就此罷守 小子 你是在威脅我嗎 殺害那些無辜的生命那叫害 殺了那些卑鄙的人那叫救贖 你懂嗎 你這妖女 我彈何救贖 只會殺人害命 沒錯 我當然要殺我為何不殺 人類卑鄙無恥 膽小懦弱 我難道不該殺嗎 你我同是妖 我想你應該理解我吧 我說了 我不是妖 你看看你現在 一身黑氣兩眼泛紅還說你不是妖 小子 你為什麼要留下來為人類送死 你以為你為他們擋死他們會感激你嗎 你錯了 在他們眼裡 你永遠都是妖 不是 不是 我不是妖獲 你才是妖 我今日就要殺了你 你何必把對人類的怨恨迁怒於我呢 你該殺的 是那些你恨的人 我恨的人 沒錯 你的心 時時刻刻都在被黑火灼燒 那些就是你的恨 那些把你視為異類的人 不分黑白誹謗你的人和表面愛你 卻欺騙你的人 你該恨的是他們 該殺的一 他們 是你殺了趙琳 沒有殺害趙琳 圍住他 不要讓他跑了 我也有恨 我會儘快地擂開圖蘇 然後把粉漆帶回來 為什麼 為什麼 光恨有什麼用 殺了他 就再也不會有人把你視為異類 就再也不會有人欺騙你 殺 殺了他們 了 你 叔叔 你一定要平安回來 不對 我還要事情要做 我還要事情要做 畫槟 今日易茅,生死未寡 若因此我們兩個都丟入性卪 要是最如何成功 我不会说他,我要保护他们! 我杀的人是你! 不是这样子吗? 不信你,我杀那个车子 一切都放过去 是的,你不能追过来 好,不要了 游戏 我愛你 本座输了 那些家伙 值得你拼到这个地步 你可莫要后悔 他们是我的朋友 你要杀他们 我只能杀了你 真是重情重疾 希望他们以后 不要背叛你 把你当作朋友 而不是怪物 本座命不久矣 最后送你件宝贝 你要接好 是吗 这是什么要挟之物 交陷之物 这是本座的内单 练功之人求之不得 还不屑过本座 拿走 我不要这东西 它已经进入你的体内 取不出来了 我还要告诉你 它能让你体内煞气大增 越来越难以控制 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体内翻腾不息 头疼欲裂 我看你以后 还怎么说你不是要 你 可惜本座 无法看见你重磅 心里 发狂而死的那天 思贤 好好运用你得到的力量啊 这妖旗三季 狼妖气息全无 这 这跟死透了一般 看了狼妖 已经被突出除掉了 凭义己之力 就能将狼妖斩于剑下 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啊 那是不是说 我们大家都安全了 那苏苏呢 他人呢 狼妖凶残 能除掉一实属不易 我想 是同归于尽了吧 不可能的 图苏说过 未求生不求死 他不会这么做的 灵月不可 就算是尸体 我也要把他给带回来 我跟你一起去 下面的情况不明 你们二人不可冒险 苏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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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妖气太重 不可上前 小心 土苏 苏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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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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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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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乐的眼光 等不住感伤 隔开靠着你肩膀 还记得你最初单纯的模样 不轻易离其沧桑 哪怕会受伤 我也永远 这样时候在你身旁 看远方离去的方向 去翻越去徜徉 看远方清澈的时光 到如今都难忘 清澈 苏苏 你醒了 我们都还活着 真好 真好 能这样拉着你的手 真好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近地看过苏苏 你的眼睛 彼此 最怕 清澈 我想每天都这么看着你 苏苏 看在我们这次劫后余生的份上 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 你说 以后 无论发生多么不好的事情 就算你再生我的气 都不要不相信我 更不要丢下我 你的灵力消耗太多了 好好休息 再睡一会儿 我没事了 你的煞气怎么样了 已经可以控制了 没事了 苏苏你去休息吧 我没事了 好 等你睡了 我就去休息 来 在远方清晴的时光 到如今都能忘 看远方总年少痴狂 怀着梦跨越灿茫 在远方 这些本作 无法看到你重盼清离 发狂而死的那一天 再去飞翔 勇敢的飞向远方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能让你体内杀起大色 越来越难以控制 不行了 我不能被杀起控制 脱苏 脱苏 药已经建好了 趁热喝 你怎么了 我没事 我已经记住了 记忆不太稳 待会儿再喝吧 好 师兄 伤得也不比我轻 还在帮我煎药 我没事 只要你快点好 我就可以回天庸城 向师尊禀告 怎么了 你哪里不舒服 没有 我没事 本来带你到铁竹棍 是希望你可以养生 怎料 在这里遇到狼妖 差点另一 连命都没有 没想到这个狼妖 这么厉害 师兄 狼妖火害四方 为什么铁竹棍的棍主 不将它朱砂 而将它封印在此 我听棍主前辈说 前任棍主 用了一生的力气 把狼妖封印 这个狼妖非常强大 不是等贤之辈可以应付的 它的妖力 凝聚于内丹之中 除非我们把内丹毁灭 才可以把它彻底消灭 师兄 我曾经听说过 妖的内丹 可以助人修行 那只是急功近利 为求仙得到心术不正的人所为 人妖疏途 如果把妖的内丹 妖家修行 终会坠入邪恶之道 妖在魂飞魄散的时候 会把自己的内丹毁灭 不会让人锁图 那如果 将妖的内丹强行划入体内呢 我隐约在你身上 插着有妖气 难道是狼妖 她临死之前 将内丹强行划入了我体内 狼妖充满杀气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 你现在怎么样 并无奇怪 或许是狼妖将死之际 回过了吧 师兄 我的身体真的没事 不用担心 狼妖已死 她的事情不用再追究了 倒是在血狐之下 我听到师兄跟我说过 你我二人必须活下一人 否则 教师孙如何承受 说起这个 我还没有好好跟你算账 哪里有师兄 让师弟保护的道理 我天庸城大师兄的面子 可被你丢光了 如果你要再这样的话 我就让师孙 把你关进禁地里 面壁三年 反省思过 不会有下回了 你还在想什么 没有 我只是说 图苏明白 谨孙师兄教会 图苏 你要记住 无论你身在何处 你都要好好保护自己 不可丢掉性命 令师尊难过 我明白 只过 生死之事 已非由人的意愿所决定 若有一日 图苏不在了 师兄 请你一定 帮我好好地释封释存 您是否有事瞒着我 没有 只是 经历过狼妖之事过后 看清了所谓生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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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š说 죽 阿 阿 向玲 耗费淋漓的事我又不是你 你怎么哀声叹气的呀 发生什么事了 我觉得 我对不起图苏哥哥 我没脸见他 为什么这么说啊 秦雪姐 那天在血湖上 我看到他从出来 全身都是黑气 而且眼睛都是红色的 我当时吓得一顿都不敢动 根本就救不了他 可是这个时候 只有秦雪姐你 救了他 我真的好没用 没事的 你第一次见素素那样 会害怕是很正常的 但他现在恢复了 他还是你的图苏哥哥 我现在想起来还是会害怕的 我其实 根本就不配喜欢图苏哥哥 没事了都过去了 既然图苏哥哥没事了 要赶快去找兰生 兰生他人呢 他受了伤 还在村子里面 等我去找他呢 你的脉象气息倒是平稳了许多 这次多亏了秦雪 是啊 我也觉得好多了 铁柱冠无法化解你的杀气 但是秦雪的忧督之法却能帮到你 我倒也放心了 师兄 我能照顾好自己 凡是你的伤 这点伤不算什么 我回天庸城养一阵子就好了 师兄 我 我知道 我不会逼你再跟我回天庸城了 经过这事之后 你有能力决定自己要走的路 我相信你 谢谢师兄 大师兄 他可是杀人凶手 你怎么能放他走呢 你没有证据 不可以诬赖同门 我诬赖同门 天庸城上上下下都可以作证 大师兄 今天你要是放他走的话 你就是寻思包庇 到底是谁打开了我的封印 是谁闯下这么大的祸 如果我现在放了你 不是也在包庇吗 我 我那是意外 再说了 我是无意的 他可是蓄意杀人 大师兄 我这次可是受罪